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有声小说王牌计划 作者卷土 由懒人听书原创为您录制 本集播音 无天 第561集 在这样恐怖的威力之下 当您所受到的冲击是可想而知了 纵然要受到轮回者相互攻击 威力会被削弱到六分之一的巨大限制 但是这一点的威力 也是若雷霆万军恐怖无比 在这样的情况下 纵然方宁的手中的武器 一看就是那种威力恐怖的 引刺剧情武器 也绝对没有可能是瞄准它的 至于要释放什么蓄力的技能 更是绝对不可能 在这样的情况下 88号有充分的理由认为 无论是谁 都没有可能对他造成威胁 他猜的一点都没错 方宁哪怕再怎么强悍 被这样可怕的闪电击中之后 都没可能马上对他造成威胁 然而88号却是万万没有想到 方宁举起武器的目的 却根本不是要攻击他 而是做了一件不怕别人干扰的事情 那就是召唤 方宁直接召唤出了屠夫来 若山一般的巨肥肉体从天而降 白花花的给人一十分恶心的感觉 几块坚硬无比的盔甲保护住了他的要害 而一双小眼睛从这边底盔下面 胸光闪闪的露出来 身体上面缠绕的是乌尘尘的铁链 叮当作响 给人的感觉更是杀气腾腾 还有一种混合了贪婪的忠诚 屠夫现身以后 被召唤出来的地点 已经相当的接近88号所待的楼下 他的左足猛烈的一踏旁边的汽车 打扬一声汽车零件乱飞 警报声是嘈杂无比的响了起来 还弹出了安全气囊来 而屠夫尖头上面 生长出了那只惨白色的机型小手 却已经是一仰手投网 在庄户前方的88号 猛人间打了个寒颤 他浑身上下 仿佛都被森寒阴冷的绳索裹出来 居然生出了一种大小便湿尽的感觉来 他此时本来正在全神贯注的 控制能量球泯灭的时候发出来的闪电能量 这么一个机灵之后 打出的下一道闪电立即提前发了出去 方林用双手护住头部 稳稳当当摆出了防御的姿势 这一点加上他先前中的那一点 加起来也不过才打掉了他小半部分的体力值而已 而88号方圆五米之内 已经多出了一层密集的黑褐色的绳索 密密麻麻编织在一起 那绳索看起来既是死人潮湿 轻泡在一起的头发 又像是刚刚踩割下来没有晾干的海带 散发出了十分恶心 众人欲偶的气息 88号被缠绕在里面 竟然是丝毫不能动他 气急败坏的台 痛骂撕扯着 却是觉得越扯那些东西 仿佛在身上的恶心绳索 就会越收紧 当真是越撕越多 直直过了整整四秒钟左右 失去行动能力的88号 才能够振动这绳索 慢慢地恢复了移动能力 原因却是那些绳索 开始自行地腐烂冒烟化去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一条可怕的 闪现着寒光的粗大铁链肉钩 却已经是哗啦啦啦的飞射过来 感觉就像是一头凶恶无比的巨蟒 毫不匪力地穿透了墙壁 刺入进了88号的大腿之后 将它死死缠绕住 然后带着一股鲜血 活生生地从吐石横飞当中 将它给拉扯了下来 这儿 还是类似于平民区的地方 房屋呢都有些陈旧 而88号身处的大楼最高 也仅仅只有八层而已 它站在六楼的位置上 持续地遥控着那个连续的能量闪电 而屠夫的钩子距离长达33米 何况88号被投网定住 乃是一个顶点的火靶子呀 屠夫的铁链 此时当真若有了生命一般 刺入敌人的身体以后 竟然是若水智一般的疯狂 蠕动着吸出着对手的鲜血 面对庞大凝笑着的屠夫 88号还想要极力的复偶完抗 而事实上也是如此 像他这种远程战斗者 通常都会留下一到两招压箱底的本事 以免面对敌人近身后战斗的尴尬 88号大叫了一声 他看着猙獰庞大的屠夫一咬牙 已经使出了一件一次性的黄金消耗造具 方明觉得忽然间生出了一种强烈的威胁 空中竟然响起了一阵熟悉无比的直升机 旋逸的高速旋转的声音 这呢 这个难道是地级黄金道具张灵剑 88号的头顶上 赫然间浮现出了一把脆绿色的小剑 渐渐笔直的直向了屠夫的身体 绿色的光芒高速的闪耀着 如万千绿色的闪电在疯狂的穿插着 屠夫在这一瞬间已经双手挡在了胸前 埋头后退两步 将身体靠在了后面的一栋房屋上 在千百道淡绿色的光芒的攒刺下 空中传出了一声叮叮叮叮叮叮叮的声音 真乃是张宁剑的剑尖穿死过屠夫身上盔甲的声响 而胖子的脸上露出了极其痛苦的神色 整个人已经徐徐地承现出了离地半悬空的状态 轻可见他已经是千疮百孔 身体上紧接着就喷射出了数百道细密的黑褐色的血湿 在空中形成了大团的血污 因为方明距离屠夫相当远 所以张宁剑的威力要屠夫一个人来完全的承受 但是一直到张宁剑使用完毕消失在空气当中的时候 屠夫依然是生龙活虎没有半点要倒下去死掉的迹象 他呀只是瞪着那双血红色的仇恨小眼睛死死的望住了八十八号 哪怕是活生生的将张宁剑的所有威力都承受下来 但是屠夫这丫子竟然还剩余下了快三千多点体力值呢 并且还从屁股后面掏出了那两把巨型的杀猪刀来 四十螃蟹一般举着大钳子那样直接竖起来 当然这是一只特大号喷着紫黑色毒气的巨型大螃蟹 而且是臭的 然后屠夫疯狂的就剁了 剁刀子馅儿 血光激喷间八十八号时连滚带 把左肢右戳惨叫连连 但是在屠夫腐烂技能如影随形的追踪之下呀 始终逃不掉的八十八号的眼神瞬间就变得绝望起来 狠毒而不甘地望向了旁边的方民 选择放弃战斗认输 立即回归了梦魇空间当中去了 严格说来八十八号此时的行为是相当明智的 他这个时候认输的话还有在败者组当中闲鱼翻身的机会 但若是这个时候底牌进出的话 也未必能够奈何得了这个神秘莫测的六百四十一号 并且八十八号此时才隐隐约约的感觉到自己从一进入战斗起 似乎就被这个可怕的家伙牵着鼻子走了 自己所走的每一步似乎都在他的预计里面 事实上这个八十八号也是一个十分强悍的选手 他的梦魇一级编号是八八九七号 与胡华豪接近 但时令也是极其的强悍 方才打出对付方妮的那个孕育了雷电透明元球 乃是他的看家本领 乃是从龙王世界当中学来的 那个世界当中有四种魔法球 每一种魔法球就有不同的功效 这其中雷电魔法球的威力是最大的 启动以后连续召唤出六道闪电 另外一种召唤出漫天飞时的魔法球 则是偏重于面攻击 而比较罕见的蓝色魔法球呢 乃是将范围内的所有敌人变成癞蛤蟆 持续一定的时间 而最为强悍的金色魔法球呢 乃是可以将相当大范围内的 非boss剧情人物全部秒杀 并且所有剧情人物的调保率被增大到百分之百 必然会掉落钥匙 虽然八十八后只是学会了雷电魔法球 却已经几乎是所向披靡了 通常情况下只要给他以充足的时间和充分的机会 是很难有人能够承受得住这六计连续跟踪而至的闪电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方宁给他带来了更多的意外 被垫到浑身麻木的方宁苦笑着拍打了几下身上的灰尘 走到了屠夫的旁边微微一笑 这一主一仆就慢慢消失在了一团混乱的街道上面 对于方宁来说 初战告捷并不意外 关键的是很多事情总得自己经历过一次才行 这正印证的那句话 叫做啊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当真是听雷者说十次 不如自己做一次 方宁继续回到了来之前的断崖上 坐在那默默地等候着下一个挑战者的来历 他胜出一场之后 不仅没有感觉到欣喜 反而他的心底便越发地蒸腾出了一种寂寞的错觉 哪怕自己正若君王一般 只得一满地坐在了王座上面 胸有成竹地等待着挑战者 可是那种寂寞的感觉 犹如置身于大雪纷飞的茫茫荒原上 挥之不去找之寂寞 方宁忽然间明白了 自己是在牵挂着 助人失去消息的林银秀 她在哪里 她现在还好吗 但就在这个时候 对面的断崖上忽然间又多出了一个人 那个人的脸上的面具很是奇特 看起来竟然是有相当多的图案组合而成死的 方林仔细一看 心中已经有些凛然了 若自己没有记错的话 这还是第一次 你用这种战斗方式的轮回者打交道啊 有人重新进入方林的空间以后 空间为之闪烁了一下 银色的小天平在两个人的头顶上一闪而消失了 方林面具上的编号重新变更 由六百四十一号月升为六十三号 而对面轮回者的编号则是十三号 黑暗沉沉当中 也看不清楚对面轮回者的一些细节动作 中间那道宽达三十米的深深的沟壑当中 也拥有着对精神力产生有效屏蔽的作用 否则就算有面具的阻挡 方林那可怕的精神力探测 也能够牢牢的将对方监控住 从呼吸心跳当中寻求出他的一些真实意图来 但是 对手的面具上却是反映出了许多的东西 他面具上面的图案是呈现出许多只有力的大手 紧紧的相互握在了一起 给人的感觉是密集 诡异强大 更是有着一种众人石柴火焰高的团结 方林立即极其重视面前这个敌人来了 他能够走到现在的高度 凭借的最多最大的不是深邃的权谋宽厚的实力 也不是那百出的极变和诡异的布局 这正是因为团队 在队友之间的信赖 依靠的是拧成异固绳的团结 而在这个一对一的单打独斗的实强者争霸战当中 这个家伙却是给人生出了团结的感觉 那么这个人就只有一个可能 他就是精神力特长者当中十分罕见的召唤师 他擅长用大量的廉价可靠的召唤物 来将对手淹没在人海当中 并且从他面具上的图案来看 梦魇世界也在隐隐约约的向这个十三号的对手提示暗示这一点 这显然是在说明这个十三号的实力相当强悍 以至于梦魇世界都要在这方面对他隐隐约约的进行暗示 也相当于是间接性的削弱他 当然若非方明是未免者的话 同样也会遭受到这样的待遇 大屏幕开始出现 各种复杂的地形一一在所有的分屏上呈现了出来 开始到了双方进行剔除掉地形的时候 但是那个十三号却是踏前一步 脑后的光亮黑发仿佛在随风激扬着一般 挥舞的身躯双手握拳 看上去凛然若山 十三号竟然选择了弃权 而且并不是那种试探性的弃权 直接将两次剔除掉地形的机会都选择放弃掉 这个十三号显然对于自身有着强烈的自信 或者更可以这样推断 他的技能很可能就是那种需要自信心配合 打出之后便是若长江大河一般一往无情一切千里 剔除地形其实是双方在交手之前的互相摸底 可以说这里虽然是安全环境 但是两个人之间的实际交锋就已经开始了 如今对手选择了弃权 无疑就是在表明两点 一是我不在乎什么地形随你要怎样 二呢也是有可能是对自身的心机没有信心 不愿意和你玩这种弯弯绕的技巧 不过方明此时却是慎重了起来 倘若敌人是召唤师的话 那么如何利用地形来限制他的召唤物 乃是重中之重的事 他考虑再三 剔除掉了草地广场 这两种擅长展开兵力优势的地形 双方排除地形完毕 十三号弃权 六十三号排除的地形为草地广场 战斗时候的场地将从剩余下来的地形当中抽取 抽取进行中 抽取地形类型为沙漠 五四三二一 轮回者之间直线距离会被强制限制在三百米之内 你们相互攻击的时候 所有的攻击力都会被削弱到六分之一 防御力抗性不变 传送开始 严格地说起来 沙漠也是 对于方明相当不利的地形之一 但是他得知结果之后 却立即平心静气 收敛心神 不将多余的精力放在无用的东西上面 两个人出现在沙漠当中之后发现 此时却并不是什么烈日高雄 反倒是看不到太阳 只是天空里面依然有 依稀的昏黄泛出的黑色 滴滴地压向了地面 给人以压抑地透不过气来的意味 此时的风势很大 将远处沙海上面都吹起了一层层的浮沙 看上去还颇有几分海面上的连里的感觉 只怕一场可怕的沙暴此时在轻刻间就会来临了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哥